大家好,我是顾影琼博士 今天看见了一个惊人的科学新闻 英国《自然》杂志于北京时间9月28日 发表了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朱米院士团队的四篇学术论文 这些论文描述了 鱼是怎么进化成人的关键步骤 是一个远古鱼类的一个登陆之图 我们说我们从鱼到人 这过程不是一出而就的 它长达五亿多年 从重庆和贵州的化石中 我们可以看见 鱼在4.23亿年之前有了牙齿 从此利于捕食能够获得更多的营养 并且有了上下合之后 也有了发声表达的基础 在进化到人类之后 就有了语言 为人类交流和记录创造了工具 其实我们自己也可以看到 胚胎发育过程中有一个阶段 我们非常像鱼 而在大概3.7亿年之前 我们也可以看见鱼可以过渡到了两栖类 这些都是靠科学家们的不断研究 我们需要感谢这些人 也让我们了解了过去 对未来更充满的期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